我覺得這其實跟醫生的教育的背景的養成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在醫學院裡面學很多 生理學 病理學 什麼都學 甚至連護理學我們都會看一點點 就是從來沒有教過 沒有課是教我們待人接物的 所以像我們以前的醫生 像比較老一輩的醫生 我們怎麼學習跟病人相處 其實大部分是看我們老師怎麼跟病人講話 我們就是怎麼學他們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些很大的 幾個醫院工作的時候 在那邊training的時候 那些老師其實因為都很大牌 因為他們對病人都是非常權威的 所以常常都是說一不二 或是你講什麼 病人就做什麼 根本就不會跟你爭吵 跟你爭吵什麼 所以有很多醫生 從那邊出來的醫生就會比較 講話就會跟那個老師很像 因為像我以前在當Clock的時候 在那邊醫生 在跟那邊老師在查方的時候 其實就遇到幾個那些學長 他們跟醫生講話都 跟病人講話都超衝的 他們會以為自己是那個大教授 因為習慣 習慣看老師這樣講就跟人家講 其實我們之前就遇到過那些胰臟癌 轉移到肝臟的病人 那在電腦斷層一看就很明顯 家屬其實都很急 他們都會認為說 如果可以開刀的話 開乾淨它最好 可是有很多的時候是不能開刀的 或者是開完刀之後 其實並不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都會跟病人解釋說 你開這個刀 你又要單開刀風險 而且 因為對你的癒後不會有幫忙 所以我認為你不需要冒這個險 去開個對你沒有幫忙的刀 你反而是趕快去做另外一部的治療 可能還比較有機會 可是那時候那個學長 就直接不是這樣講 他就說 你這 我看你就是趕快去準備 以後的事情比較快 我直接跟他這樣講 其實我知道他講的是對的 因為教科書上就會很明顯的告訴你說 這種病人是不需要去做開刀的動作 你只需要做後續的治療法就可以了 事實上他講的話是對的 對他是比較好的 可是就因為他這樣講了 馬上就被投書了 說這個醫生沒有同理性 因為他沒有想到說 病人跟病人的家屬才剛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暫時是沒有辦法接受 其實這種事情還有很多 像差異重的事情 常常發生在急診室 那種腦部外傷那個 因為以前大家都 以前沒有規定要戴安全帽 所以頭部外傷撞進來的病人 騎摩托車撞進來 三分的那種很多 所以像其實就有一個 那個年輕人在二十幾歲 被撞進來 爸媽就在旁邊 非常的著急 那時候神經外科 一個總醫師下來看招會 看到他就說 因為爸媽媽非常急 就抓著他一直說 趕快幫我兒子開 趕快幫我兒子開刀 結果他電腦在裡面 一看他就說 不用啦 你這個 他就直接這樣回答 當然那個爸媽也是翻臉 但是事實上他講的也是對的 沒有 那你要跟他講到 後續的事情 比如說你跟他講說 你這個開下去 第一個它出國率非常低 然後你又會多一個刀疤 很大的刀疤 第二個是 其實如果活了 他大概也不會再行過來 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這樣對你們家庭以後的負擔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不建議你開刀 我們會這樣講 但是你不能去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我們上面還有刀 第一個你這樣進去 我們一個沒房間 第二個 如果把這個刀上去的話 又會卡到其他人 你這樣子不用去 佔據別人的醫療室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喜歡打針 沒有 因為對我們來講 比如說我打這一針 假設是抗生素的話 它就是擋六個小時而已 你這個病明明就是 症疼的療程 它是兩三年會好 我為什麼要打一針 讓你這六個小時很亢奮 可是八個小時之後你一樣 是喔 對啊 你會比較快 你聽得懂意思嗎 你那針下去就舒服 為什麼不打 你只是擋六個小時而已 那何必 是不是說你跟我說 你下午有行程 你一定要有精神 那就打 比如說 馬上打一針的 一打就打到血管外面去的 也有啊 對 然後整個就潰爛 因為有些藥 它是很刺激性的 你沒有完全在血管裡面 就出事了 我讓台灣的觀眾 都去看一下 國外的醫療品質是怎麼樣 對 你才會知道 我們台灣的醫療 真的有做得到 我真的聽到 每次急診室 車禍撞完之後 到門門診來 車禍撞完 都是來開診斷書的 他每次在開 我就說 他就說 可不可以幫我開一張 我現在很痛 我沒辦法工作 你要開那個休息的給我 我說你要休息多久 下班 對 他就說 你要休息多久 他說 不然你先幫我寫三個月 我當時就疊在那邊 我就說 你的骨頭都沒有怎麼樣 你要寫三個月 他說 可是我真的很痛啊 我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給你三個月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我先幫你寫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你再回我們診 如果你還真的很痛 我們再看要怎麼寫 結果兩個禮拜 他就來 他就說他很痛 我們就很尷尬 因為覺得 因為有時候 痛不痛是很主觀的 所以這種都只能夠 道德勸說 不然就是 有時候就會起爭執 就像這種 如果再來第二次 我頂多再幫你寫一週 我就不寫了 他還是拿到三週的家 三週他就找 立馬醫師開 對 他會去找立馬醫師 對 我們外科醫師來講 開第二次的刀 就是同一個病人 你開完刀之後 出了併發症 要開第二次 我們壓力超大 因為第二次就要保證一定好了 你第二次開下去再不好 他一定不會原諒你的 你大概絕對不會有機會 開他第三次 他就算還需要開第三次 大概也不是你開了 第一次你開完有問題 第二次他還會給你開 可是第三次 他通常都不會再給你開 然後通常他去找 不管他是轉院 還是找其他醫生 他最後一等著回來告你 幾乎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非必要 就不會開第二次 第二話就是說 像這種事情 比如說你看完第一次 有病發 產生了病發症的時候 因為人都會有 自我保護的心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先 看看 病人有沒有做錯什麼 像我們一些骨科醫師 也常常會這樣子 那你說那個病人 他縫了那個傷口 是二三十公分 縫了好幾百針 一大堆 然後這邊一個傷口 那邊一個傷口 有時候他們回來拆線的時候 我們都拆得快 臉都快綠掉了 有時候有些線樓就沒拆到 然後有時候我們都會 那個骨科醫師都會講得很明白 我跟你講 你這個線樓太多 而且你自己換有沒有換乾淨 上面都是一些優點 有些是線樓 還是那個毛髮都看不清楚 他就說 我現在先幫你大致先拆一拆 如果幾個月之後 你看到還有人再來找 我就把它拔掉就好了 所以我來說像這個 其實因為有些錯誤是 可以接受 你就算講了也不會怎麼樣 如果關係到病人的生死 你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刀 要是我提早一天幫你開 你可能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這話你敢講嗎 對 我覺得我的觀念跟他不一樣 我超喜歡別人轉病人給我 就是他開完之後失敗了 那一陣子 因為我沒有壓力 你只要你他好 你就已經就是 比如說他從別的醫院 開了不滿意 他跑來找我 我一看就知道 這要再開刀了 假設我再開進去 他真的是沒有辦法 很好處理的話 他會怪前面那個醫生 那如果我開好了 他超感謝我 可是他還是會去告前面的醫生 如果真的狀況不好 家族就覺得說 就沒辦法了 他還是去怪前面的醫生 因為前面醫生幫他弄爛了 如果真的被你救回來 他會覺得說 你超棒 早早還講 其實我們在 建定一些醫療糾紛的時候 因為我時候 也會幫別人建定醫療糾紛 或者是說 就是接到別人 就是弄X的Case 轉到這邊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講話 都是很保守的 因為有時候 你不知道當下是發生什麼情況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以一種 就是比較客觀的去想說 就是幫他找理由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那個護士講話要委婉一點 對 醫生有自尊心有沒有 對 你就要是看到他不對 你要稍微提醒他 你不要直接跟他 那不是嗎 最好不要這樣講 有一個醫生會 電視有轉手機 就說那不是 那不是 那個不是啦 其實像我們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被假醫師開刀 開一個很大的刀 開了接上手術 結果開完刀之後 那個假醫師就去休假了 就轉給那個乙醫生 結果在乙醫生任內 然後就是他請假七天 第三、四天的時候 那個肚子裡面就有點狀況 可是他乙醫生就覺得說 這個刀如果他現在開進去 一定是很難處理 很難收散 然後變成 後來病人可能要找他 他就用保守良法 一直拖拖拖拖拖拖 拖到假醫生回來 然後跟他講這件事情 假醫生去看了之後 就馬上進去開刀 結果後來病人癒後 是沒死 但是癒後很差 就是三四個月之後才出院 那醫生那個病人就 因為假醫生就有跟他講說 你這個東西 如果早一點處理的話 可能不會那麼複雜 如果有幫你好好處理的話 那應該不會那麼複雜 他就去找 那個病患本來要告那個醫生 去到門診找他 要堵他 醫生就說 拜託 你有沒有搞錯人 你第一次看到也不是我 第二次看到也不是我 你只要我太離譜了吧 就推來推去 結果後來病患覺得 他講得比較有道理 對啊 第一次也不是你開的 第二次也不是你開的 那我要去告假好了 結果那個醫生 結果那個病人是去告假 可是那個假很無奈 因為他覺得 沒有人開到是百分之百成功 對不對 那我既然請假了 委託你處理 那你看到有問題了 你應該要趕快繼續處理 而不是拖到我回來再給我 對啊 所以這個後來知道假 大家知道抽菸很危險 可是現在在英國的研究 他們把九座跟抽菸 列為同樣的 對人體健康的一個危害因子 大家都知道九座最常見傷是什麼 大家會想說 你九座或九戰 就下肢的靜脈血回不來 所以我去靜脈曲張 可是這個只是我們一個 很直觀的想法 事實上你九座 你人體的新人代謝會變嗎 而且發生指數會變高 這個馬上會造成什麼 馬上造成心血管疾病 所以人家早就不外頭有研究 你每天只要多坐一個小時的人 你這輩子發生心血管疾病 就是增加百分之十 所以真的不要久做太久 像那個過年 因為大家都打完這樣打很久 其實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就有一個病人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是我第一輩子看到這種案例 他說出山 的晚上 那時候我在值班 就有一個病人三十幾歲 就到我們急診室來 他自己來 旁邊還沒有任何的家屬 他是坐計程車來的 通常病人如果坐計程車來 我們會覺得他好像不是太嚴重 你至少不是 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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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噁噁噁叫進來 結果他躺在我們病床上說 我們壓肚子 我覺得這真的是還滿痛的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就 他說第一個感覺是過年 大家都以為是腸胃炎 可是摸真的很不像 他說真的很痛 我說什麼時候開始了 他說出山早上 後來越來越痛 我說那你怎麼早上痛 到這麼晚才來 他說沒有辦法 他就一直 連妝 他就一直 然後他其實早上 就跟他的那些朋友說 他肚子有點痛 大家都叫他 賣GAY 賣GAY 他就一直撐一撐 撐到下午 他真的很想走人家 他還是說不行 一直到晚上他真的很痛 人家看他臉色也不太對 才說好啦 因為有人來帶 他說那你先去醫院 急診看一看 還要回來 他說如果沒什麼事 還要回來 結果我們一抽他白血球 三萬多 下一條跳 講說實在怎麼會 白血球這麼高 可是他只有三十幾歲 其實我們也沒想到什麼毛病 後來就幫他切電腦斷斷 就一切 盡量懷疑他 自己的重瘡 就有一段成的重瘡在那邊 對 後來我們就趕快 請他通知家屬來 就真的進去開刀了 就開刀之後 這小廠有一段 黑掉25公分 整個黑掉 我們開刀去把它切掉 才重新截起來 後來這個病人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他本身有抽菸喝酒 他其實血壓本來就有一點點高 他其實本來那邊的動脈 可能就有一點問題 加上他一直久坐 那個血液循環很慢 那血液循環很慢的時候 自然就容易形成血栓 加上大家打麻將的時候 很不常做的一件事是什麼 很不常起來吃飯 對 都才喝一點點 對 又沒有什麼在吃東西 所以那個腸子的血液循環 又不是很好 所以打到他腸子裡面 這樣有個血栓塞在那邊 他可能動脈本來又有一點硬外 剛好把他整個腸子通通都塞死了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打麻將打到腸中風的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我還記得那個 不過那時候我在我實習醫師的時候 那個病人出事早上 一大早就來 他來的時候就很緊張 就說醫生我懷疑我中風了 因為他右腳舉不高 而且很痛 然後他說我們其實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要看人家一個是不是一個中風 我們不是都叫你說 你就比個字是什麼 微笑這樣子會說話嗎 手舉高這樣子 請他笑一笑 然後跟他講講話 如果說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我覺得兩邊的面部不是很平然 笑的時候也是一邊笑一邊不笑的 或是他舉著手 一隻手會掉下來 你就知道說 這可能是中風的前兆 那他變成完全沒有 可是他腳真的沒力 我們就說你這個 完全不像中風 他說你除了腳沒力之後 還有什麼症狀 他說 我們去看腸說奇怪怎麼 我說你之前都在幹嘛 他說就 剛開始 其實他出山的時候 就覺得背還滿痛的 到出事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早上那個 他其實打麻將打到天亮 他就覺得那個腳 他好像起來上廁所 結果發現他腳這樣舉不起來 沒辦法趴出去上廁所 對 而且我去北廁所 對 他就覺得他腳很痛 這個動作還完全沒有力量 結果我們電腦那天一坐 他最近就滿突出的 而且把他那個神經 整個都壓到了 運動神經整個都壓到了 我們就 後來是下午幾集 就安排手術把它開掉 我們就跟他講說 這個好在他有早點來 如果你那個運動神經壓太久 你這輩子可能 就算恢復了可能也只有五成 四成而已 他就永遠坐在那一大旁 對 永遠可以 可以了 他有意思是什麼 他其實你看 我們坐著的時候都在幹嘛 這個時候力量壓在前面 大家都這樣子打麻將 你不會 你不會抬頭領袖嘛 你都這樣子 力量都在前面 那個脊椎的前面 就是椎間盤的地方 他其實本來 以前就有長期在背痛 他其實以前可能 就有一點點椎間盤突出 這四天連續中壓 壓到椎間盤 整個爆開 往外出 直接壓到那個神經了 所以他講 其實過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 之前就有呼籲過 你如果真的要久坐 你每坐50分鐘 最好起來站10分鐘 如果你要連續打麻將 最好學那個日本有沒有 那不是有歷史嗎 你就站著打 很多人結婚之後就有問題 那時候是出了的早上 10點多 那個車子一來 下來五六個人 頂頭就一男一女 看起來就像夫妻 兩個就走下來的時候 還一直在對罵 都是那個男的在罵那個女的 那男的就用手握著這個地方 一直在唸那個女的 那女的很想回嘴 可是嘴巴都講不清楚 嘴巴都講不清楚 一直 嘔吼吼吼吼 結果後來我們才知道 那個女的下巴脫臼 那男的右手脫臼 對 他就是打架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那個本來講好出了 要去那女的娘家 結果那男的從熟悉 吃完頂月飯之後 就跑去打麻將 然後出了 他本來跟他太太講說 他出了一大早一定會回來 就跟他們回娘家 結果到出了沒看到的人 太太就很氣 他抓在那裡 他在朋友家打 就去要把他抓回來 要叫他回娘家 男的就覺得他不給他面子 就兩個在那邊大吵 吵一吵的時候 就吵到很生氣 那男的就 打完之後那女的 那女的後來下巴被我們拖臼 他就說是被那男的 打了一巴掌 打到他下巴脫臼 可是他為什麼 他先生會所謂脫臼 因為他被他先生打一巴掌 他很氣 他就抓到他先生的手 然後一直踹他 而且那是對 他抓到他手 要踢到地踢 就把他先生的手這樣 右手都拉到 整個這樣拖大拖就好了 其實過年 這樣大吃大喝 除了長二年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你吃到那種 不好消耗的食物 你吃太多又吃太快 有時候也會產生 那種很大的問題 對 因為知道大家過年的時候 其實你們大家都放假了 其實有一個地方 一定要有人 醫院 特別是急診室 然後那個病人就進來 二十幾歲年輕人 來 就說他吃東西會想吐 然後那個主持醫師 就想說奇怪 二十幾歲年輕人 吃東西想吐 就問他有沒有上吐下瀉 沒有 娘娘又沒有發燒 就哽咽看起來又不像腸胃炎 因為腸胃炎很容易上吐下瀉 然後又完全沒有症狀 全身 問他全身會不會痠痛 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他就是吃東西想吐 而且是真的有吐出來 他說他早上吃的東西 下午就吐出來了 我們照個X光 就看到腸氣都在上瀑布 就覺得怪怪的 好 就切電腦斷層 就一切 真的 那個小腸中間的地方 就一團東西在那邊 我們就不知道是什麼 就建議他開刀 因為看起來整個都塞住了 那年輕人 其實那個主治醫師 在跟他解釋要開刀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太高興了 因為要開刀也是他開 他就想說過年 值班就已經不是很愉悅了 又搞一個這個 他就說 那個開刀 那年輕人就說 可是他那個價放到初四 他可不可以初四再來開 他就想說這幾天放假 還是要放嘛 初五 開工 剛好又 他又來開刀 不是剛好嗎 然後主治醫師 其實聽了已經不是很爽 他講到一個很好笑 他就說你初五再來開 他說可以啊 他大概出舌的就是你的頭漆 你在等 好狠的 然後沒辦法 講完之後 就被人家這樣一講 那個年輕人知道不能脫 然後就打電話叫家瑞 然後就來開刀 他就一開進去 一切開 裡面都是 又上了 對 他就吃了很多 那個東西沒有什麼 就是可能又吃太快 一坨就擋在那邊 正常可能應該也是會過癒 可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大坨 過不去 整個就擋在那邊 那太大坨就擋在那邊了 就可能去查房 那個主治醫師又酸他 我說 奇怪了 人家是端午節在那邊吃糯米 那邊過年吃什麼糯米 就冰塵折禮 但是跟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覺得只是一般的 就是大家都這樣講 可是根據我自己這幾年的經驗 我覺得這句話是 完全正確的 我自己是完全相信 從小到大看的都是科學 就像瓜哥講的 我們醫生念的都是科學 我出國去念書的時候 也是教我科學 我回國念PhD的時候 也是教我科學 我這幾年寫醫學論文 也通通都是科學 我治療的病人也是科學 因為都要有實證 都要有實證 告訴你說你這樣治療 病人就是百分之多少會活 百分之多少會死 你這樣治療的病人就是 多少的病人會有效 通通都是看數據 可是為什麼我開始會相信這些東西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 上山上去拜拜的時候 以前會被媽媽帶去拜拜 那是不得已 因為媽媽要拜你知道跟著去 其實你對著那個神像在講話的時候 你心裡也在想說 我到底在幹嘛 因為好像真的有人在住在裡面 我也不大會相信 就好像瓜哥講的 你一定是遇到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才會慢慢去相信 其實我三年前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被 就是人生遇到挫折的時候 就剛好一位朋友跟我說 你可以去某個山上去拜拜 那我就去那個山上拜拜 就一個廟在上面 那時候下午 這個廟的香午還真的很不好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還有那個廟住而已 就很輕憂這樣子 我就對著那個神明 講了一個下午的話這樣子 結果禮拜一來的時候 我那個朋友竟然跑來跟我講說 那位神明說 你在山上跟他講什麼什麼 什麼事情他可以幫你做到 什麼事情你還要再怎麼樣 那時候我就嚇一大跳想說 你是有錄音 因為我就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為什麼那個人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因為那個人就是跟 就是他帶我去那間廟 他說他可以跟那個神明 是可以溝通的 對…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會 賭信那位神明 就是王母娘娘 就開始賭信那位神明 既然有一次他就跟我講說 你以後遇到什麼困難 就是你自己覺得是一些 人生很重要的關鍵的時刻的時候 你就 他就會來幫我這樣子 我記得有幾次 我開到一半 我就閉上眼睛 因為我要請神明 因為你知道嗎 我信的神明比較多 所以我說要講起來就很重要 你問我英文就三分鐘 所以有時候眼睛一閉起來 那個對面那小姐還問我說 你睡著了 我都完全閉上眼睛 沒有 其實我就是 我記得有一次非常非常深刻的經驗 那個病人是從台大醫院轉過來的 他其實後腹腔長了一個肉瘤 那個肉瘤 會知道那個肉瘤是開了之後 可能半年之後就會再長的 可是每次 他也只有開刀可以治療 因為他對化療沒什麼效 可是你很慘 所以他開到第六次 他第七次復發的時候 台大的醫生跟他講說 你這個再開大概太危險了 他就跑來找我開了 我那時候就是年輕氣盛 而且從台大轉來的 我就想說你看 你不敢開 我來開 我就真的給他開進去 結果開進去我就後悔了 因為一開 我都還沒看到那個腫瘤 我的血就已經流了快2000cc了 很慘 整個像血淋淋的 你根本不不開 可是那時候你已經開到一半了 你退也不是 進也不是 你知道嗎 這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我不能看到腫瘤 上面還貼了一大堆腸子 我就想說我這個下去 不知道能不能收山 我說我還想說 我如果現在停 把它關起來 可能還沒事 對 我可能沒事 可是這個變成就完了 因為我知道他接下來沒有得治療了 可是我開下去 我可能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才開進去 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已經花了我三個多小時 然後留兩天多月就去 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再開下去 這時候我就拿出我的 真的 真的 像這個不是騙各位的 真的 我這個服 就是我自從三年前開始 賭信他們的時候 這個服從來沒有離開過 從來沒有 不管我這裡哪裡 它一定待在我的身上 我就開始默念這些佛號 真的很奇怪 反正到那時候最困難 就算我認為最困難 最困難的地方 我手禮博今天全部都開了 真的很誇張 我前面準備的工作 花了三個多小時 真的要有無神助 對 真的 真的是有 而且這不是第一次的 而且像各位常常知道 我的太太還有我女兒 常常出國 誰來常常只有我一個人 我睡覺的時候一定要把它擺在我旁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會怕 我是開到蠻多這種機童算命老師的 那有時候我也很想問他說 那你自己都是那個 你怎麼不知道你自己會這樣 因為之前就有個病人來 他十幾歲了 他在找我的時候 他直接就跟我講 他是在廟裡面幫神明辦事的 我說那你什麼問題嗎 他說他右邊這個地方很痛 我就請他來看 就已經開了一刀在這邊了 我說這是開散器是不是 他說對 他上上禮拜去某一家小醫院開散器 就開完之後傷口感染很厲害 整個都是膿 我就說那你這個很嚴重要住院 我就先把它收上去 然後把那個傷口劃開 膿就一大堆一直流出來 我們在那個上面一直換 一直換 但是換不好 我就說那你 這個可能還是要再開一次 進去把裡面那些 因為他有放個人工網膜在那邊 所以我感染那個就一直不會好 我說那個可能要進去開刀把它拿掉 我就跟他講說要下禮拜三 他就說好 就跟你回去找他的時候 他說不行 醫生我可能要跟你趕成下禮拜一 那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他去問他的主神 主神要下禮拜一開刀 對他最順 我本來不想理他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我對他的主神有點怕 我就說那好 我就跟我同事稍微換一下時間 我就禮拜一繼續幫他弄 結果弄完整個就恢復得很好 他也很順利的出院 結果他回診的時候 因為有點熟了 我就直接問他 我就說 所以你來找我是 為什麼會來找我來弄這個東西 他說是 是我的神明指示的 然後我就看他問他 我說那你之前為什麼要去那邊開刀 你神明沒有跟你講不能去那邊開刀嗎 開刀會這樣嗎 他說那就是你不懂 我說為什麼 他說神明 固定時間要回去天上修煉的 你知道嗎 那段期間我要開刀的時候 我神明剛好回去天上修煉 那三個月 我沒有神可以問了 所以那是我自己決定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神明有罵我為什麼要去那邊開刀 他也跟我說你會出事 他說出事之後要去找這個人來解決 所以我也覺得很壓抑 我也想問問各位老師 很奇怪 為什麼有些人明明好像很厲害 可是他對於自己的命運好像都 因為我也有相信一個高雄的明明老師 結果他都算別人好像鐵果子斷一樣 結果他自己走出去會被車撞 撞得稀里巴拉的 我們也在病房看過那個病人 六七十歲就是愛稱默契 他旁邊有掛一個表格 那當時我們以為是紀錄 我本來那時候很菜的時候 我以為那個是紀錄病人的 吃東西的量還有小病的量 一般不是有個表格在那邊嗎 結果我當主治醫師的時候 常常看到那個表 有一次我就看到我一個病人 就旁邊掛一個表 結果一看 竟然是他家族的千道標 太妙了吧 大家在那邊看說 誰有來 誰沒來 你知道嗎 那個好幾個親戚 然後大家的實驗都寫在上面 真的很誇張 那有些人那個親戚的關係 一複雜之後 他叫做這個生病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來照顧 買個打卡之類 對 所以要看誰的實驗 在負費金錢嗎 其實我們當醫生這麼多年的時候 遇到很多怪事 遇到很多非醫學可以解決的事 就在前幾個月 兩個病人這樣走進來 兩個很年輕 一男一女 那個男的大概二十幾歲 女的大概也是二十幾歲 一進來的時候 男的就坐下來 我就問他說 那個先生你哪裡不舒服 他就不講話 他就看那個女的 臉就是臭臭的 我就頭低低的 因為我就想說 那年輕人問又不講話 我也不大高興 我就頭低低的開始打電腦 我說那小姐 他哪裡不舒服 那小姐就跟我想說 醫生你喜歡吃草莓嗎 我就說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嘛 一般來說是老病人 才會帶水果來嘛 我說這個年輕人 我又沒看過 怎麼就一開始就 就會來送我草莓 對 因為他會這樣問 通常就是 有帶草莓來的意思嘛 我就說 我不是很喜歡吃草莓 但是還可以 對 我就跟他講 小姐就說 不是啦 我是問你說 我哪有上面這個是草莓嗎 因為他一直跟我說 這個是拔罐 六七個 他說這個是拔罐 我就說這個是草莓 他一直跟我說是拔罐 怎麼會分不出來 他就請你告訴我 這個是草莓還是拔罐 我只用這裡 對 然後我就 我就很尷尬 雖然我沒有什麼經驗 但是這樣一看就是草莓 但是我不能講 對 他還叫我寫診斷書說 你確定是草莓還是拔罐 你就是說 對方用嘴巴拔罐就好 對 用嘴巴 他就很過分 他一直叫我寫說 他說他來看診 他說他也沒有說要拿什麼藥 我說當然 被這個種草莓要拿什麼藥 他就說 他要開診斷書 這個說某某某 今天來門診 是因為脖子上面 種了很多的草莓 一直叫我開診斷書 我就說小姐不好意思 那個 我這個經驗不是很多 其實我分得不是很出來說 這還是草莓 我後來就說 你可以去掛一下嘉義科 這裡就又要一個病人 其實那個病人他是 他先生帶著他的太太來看病 就拿那個榮腫的 一個電腦斷層片給我看 其實上面已經有診斷 說是他在胰臟的地方 有長那個神經內分泌瘤 就是甲骨是那個病 而且那時候他肝臟已經有轉移了 那我看到的時候 通常我們看到病人這麼嚴重 我們都是很同情 所以就很願意花時間跟他講 就從第一步講到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我說如果前面幾步都失敗的時候 你最後還有 A選項跟B選項 我就講很久 因為我覺得那種病人都很可憐 一來就默契 結果我一講完之後 他先生在旁邊這樣 就拍手 然後我說 我就看了他 他說 不錯... 聖明之下果然無虛勢 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大禮發什麼事情 他說沒有啦 醫生其實我們這個已經逛了 很多家的醫院了 我們只是想要 因為大家都已經幫我們解釋到說 最後只剩下A跟B兩個選項而已 我們這次來是想問你說 要選A好還是選B比較好 但是我們不確定 你對這個疾病到底了不了解 所以我們想先聽你講 你講到最後都講完之後 剩下A跟B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能夠講到這個程度 我們才覺得你講的話有參考價值 對啊 我們那時候聽了本來 前面都是滿腹的同情 後來就滿肚子火你知道 所有的疾病走到後期 他症狀一定會很明顯 可是很多的症狀在很早期的時候有沒有 他症狀常常是反反覆覆的 一下有一下沒有 所以這時候就是醫生的經驗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是聽病人的主述說 怎麼會連續兩次三次這樣子 其實我們在臨時真的常常遇到 有時候可是就是因為 病人自己以為這個沒事 因為他症狀會好好壞壞 而拖到自己治療的時間 產生很大的後果 其實之前有個48歲的男生 他其實是當天早上 那天是禮拜天 他早上起來 因為他那天跟家人約好 要帶家人出去玩 因為他平時工作很忙碌 他很少帶家人出去玩 那天是好不容易悄好才要帶出去的 可是他那天早上一早上起來 他就肚子腳痛兩次 他覺得這個痛跟他以前想要 拉肚子的痛不大一樣 可是又講不出他出來是哪裡不一樣 那痛很短 痛那三分鐘他就好了 他也試著去上廁所 可是蹲了一下 馬桶通通都蹲不出來 他就跟他太太講說 奇怪 我今天肚子好像有點怪怪的 他本來是以為是昨天吃壞的東西 就問他太太說你會不會 他們吃得一樣嘛 我會 那你應該也會 那太太就說沒有 他太太就一直寫眼瞄她說 你真的肚子痛嗎 你不想去就講嘛 男生常常被女生誤會嘛 這樣有沒有很辛苦 對 然後就講他就說 沒有啦 其實就是有點不大舒服 沒有啦 還是要去 還是要去 然後就去了嘛 可是事實上他在開這個路上 還有去那玩的地方 他覺得一整天下來 他其實 可是每次都 就是這樣腳一下痛一下 腳一下痛一下 又不會痛很久 可是精神看 他自己又覺得其實精神也還不錯 他就是不想吃東西 所以那一整天 他幾乎沒有吃什麼東西 回到家的時候他有 太太就說那你如果會肚子痛 那你就去看醫生啊 他說禮拜天要去看急診 他說好 那我等一下去看急診好了 結果他回到家的時候 其實又有再痛一次嘛 他就準備要去看急診 結果他開去急診的路上 肚子又不痛了 還有想說 我去急診室 我要跟醫生講什麼 對啊 好像因為我沒有症狀 是啊 我現在要去急診室幹嘛 所以他開完一半就覺得 算了 還是回家再看看好了 都又回家了 又回家了 對 結果他半夜的時候 肚子就真的大痛了 還整個發燒燒起來 又整個不大對了 所以半夜就是他太太開這車子 送他去急診室的 當我們醫院急診室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一摸的時候 整個肚子正中間 非常非常痛 我們電腦都很有助 就看到有一段腸子 整個黑掉 整個在電腦斷層裡面看起來 因為我們打鮮影劑 活著的腸子會有亮力起來 開了一段腸子 整個都看不到顏色 所以我們就緊急幫他開到開進去 一開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腸子 大概有一段大概有80公分 這樣子整個大扭轉 轉了一圈 你想想看 當你這樣轉了一圈的時候 你的血管是從這樣進去 也會被轉一圈 對 等於是那個血管被轉住了 血都進不去了 那段腸子全部都黑掉 壞事 所以開到的時候 就把那段腸子切掉再重切 他後來他就 那個太太就問說 那他怎麼會 就是整天在肚子痛 現在才才變這樣子 其實剛開始在 其實我們人 就是腸子剛扭轉的時候 你腸子會想要蠕動 把它轉過去 把它衝過去 對 所以他前幾次在痛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其實都是腸子試著在蠕動 想要把這個扭轉轉回來 可是一直都沒有轉回來 到晚上那次大痛的時候 是腸子已經完全沒有力量了 腸子已經整個都黑掉 血液都過不去了 整個黑掉 他才整個這樣大衝起來 跟他說你這個阻塞了 我們想要轉過去 都轉不過去 可是他一直覺得那只是 好像沒什麼 因為一陣一陣的就沒什麼 那我們人轉 腸子會轉 人轉 人是不會轉 不會 所以沒有人坐雲霄飛車 坐一坐來腸牛轉的沒有 到底造成腸牛轉是什麼 原因很多 有時候是腫瘤 有時候是腫瘤 有時候是之前開過刀 那個地方沾黏 有時候是吃東西 那個地方卡到的時候 那個地方堵住 他也會像轉一下 不是 因為現在一般觀眾 會不會無緣無故 你走個姿勢不對 不會 不會啦 不會了 或跳國標舞跳太多了 沒有遇到過 沒有遇到過 跳國標舞跳來跳來轉到這樣 沒有 大部分都是裡面 有長一些東西比較多 東西吃太多或不會 東西吃太多 只會變胖 一般是不會轉的 所以這個很奇怪 因為我們也沒找到他原因 他肚子之前沒開過刀 我們開完之後 肚子裡面也沒看到腫瘤 他是不明原因的腸牛轉 感染本來就是產生結實的一個原因 像很多人常常尿路感染 後來就變成尿路結實 所以你常常扁刀腺感染 扁刀腺本來就會結實 就容易結實 他可能反覆的感染就會 就是像很多人 他為什麼後來去把扁刀腺拿掉 其實那個人就是 他可能一年 扁刀腺感染四次五次 就三五次的感染 可是你說一定要講他什麼原因 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他很奇怪 就是體質的問題 就是拿掉 他可能剛好結實在比較表面的地方 他們實際上看就看得到 就直接挖掉了 像如果是男生 你年紀到了你東坡就跑廁所 大家一定會先說你是 那如果女生呢 女生沒有攝護腺 大家都會說你應該是 泌尿道感染 最常見就這樣 因為女生尿道很短 很會泌尿道感染 但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其實之前有個42歲的女生 她上班 她這幾個禮拜 她就很怪 她覺得她每天去上班的時候 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 她大概要上10次廁所 但是真正有上出來 大概只有兩次而已 其他都是覺得很想尿 去又沒有 她到第三天的時候 她同事覺得很怪 哪有人一直 從辦公室這樣一直站起來 一直跑 往廁所跑的 就問她說 那個同事也有點感染 她說你是不是 泌尿道感染 你有沒有去檢查一下 有沒有痛 因為她說 她就問她說你小便會不會痛 不會 就開始幫她敲背後 大家都知道那個背後 或是身上把你還敲背後 那同事就幫她敲 你會不會痛 敲到後來真的會痛 不過是因為敲太大了 又大了 敲到後來 被你敲 對 然後她就跟她講說 你這樣子一直上廁所 也不是辦法 你要不要真的去醫院 去檢查一下對不對 她就到一般的 那個診所有個可以驗尿的 就她去驗了一個小便 完全正常 她根本就沒有所謂 泌尿道感染的問題 然後那個診所就跟她講說 你要不要去大院的 泌尿科看看 那泌尿科醫師就幫她 做一個膀胱鏡 就做進去看 結果看不得了 奇怪 那個膀胱裡面 是沒有長腫的什麼 但是就看到 一個很大的東西 從外面壓進來 因為膀胱鏡是軟軟的 膀胱跟壓病 從那個膀胱臂 從外面壓進來 從裡面是看不到 裡面只看到一個影子 這樣子印進來而已 她就知道說 這個不大對勁 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個密耀科醫師 第一個就跟她講說 你有沒有子宮肌瘤 因為子宮就在膀胱的後面 她第一個想到 是不是子宮肌瘤壓進來 可是她說沒有 她之前好像也去 婦產科檢查過 從來沒有說過 她有子宮肌瘤 結果婦產科就幫她掃底下 真的沒事 但是婦產科掃到上面的時候 她說好像有個陰影 就轉到我們外科來了 她說那個應該是肚子裡面來的 結果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幫她掃 那個電腦斷層 垂下來壓到她的膀胱 因為她膀胱BB的頂著 一直被刺激到 所以她一直想尿尿 她就算沒有尿 她也會覺得她自己想尿 一直覺得想尿尿 對 但後來她是把她開掉了 就她是個胃腸道肌脂瘤 她其實運氣很好 因為我們平常的 那種胃腸道肌脂瘤 因為那個 其實小腸的管徑沒有很大 可是那個胃腸道肌脂瘤 它不是長在小腸裡面 它從臂裡面往外長 所以 我們平常在醫診室 看到這種胃腸道肌脂瘤 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個腫瘤破掉 大流血 變成是休克進來 或是肚子很痛進來 可是那種癒後通常都不好 因為腫瘤一破掉 它可能在肚子裡面 都已經整個都散開了 因為其實有些人 他就搞不清楚自己的號碼 因為你在掛號的時候 上面會有個時間 比如說你掛到40號 請你11點來 但是那一天可能前面 就好像瓜哥講的 可能有delay 你可能到11點的時候 明明才看到30號 你一來又等了一個小時 就會抱怨 但是告訴各位 現在其實大家都知道 有線上的APP 你可以查說現在已經掛到幾號了 所以就不要說太早來 就是就看著那個 差不多是號碼再來 就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 但是我要講的是 因為以前沒有這麼多的電子設備 以前在門診 都是像打戰一樣 因為病人來報到 常常會吵架 他會說我比他快兩分鐘到 為什麼他比我先進來 因為搞不清楚 因為護士小姐出來說 因為外面後診人變成一多的時候 有時候護士小姐搞不清楚說 你先到還是他先到 他也是問嘛 大家都不承認 他說沒有我先到 我只是先去上廁所 還是我比你先 護士會講 他是比你先掛的 對 沒有 可是那個是現在 但是現在不會有這個問題 現在就是因為到就是插卡 到就是插卡 接下報告報到 所以上面直接有號碼 你幾點報到 幾倍報到 都會很明 但是我覺得這樣對老人家 有時候不太好 因為有些老人家 他掛的號碼很後面 可是他們以前習慣 他們早點到 他們早點到 他們護士小姐看到他們 都會安排個空號 讓他們進來先看 對 但是現在因為 都是這種報到有沒有 大家都照出去 根本就沒辦法再這樣了 可是老人家就會 想到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因為老人家可能中午 都要去顧孫兒什麼的 所以他們都很想要 早點來看完 之前就有個60幾歲的阿嬤 他來門診 他是在掛10幾號 他9點半就到了 他第一道 他就看到 才看到大概10號 11號 他就一直去 盧那個護士小姐說 可不可以讓他先砍 可不可以讓他先砍 說空號可不可以讓他先砍 我們很想幫他 但是不行 因為明明下一個是換 是換15號 號碼一到 他就自己都要進來 對啊 你怎麼樣叫別人進來 就不然他一定會開罵的 就不行嘛 就是他阿嬤就是等 他在外面就很焦急 因為他可能晚一點有事 就很焦急 結果到我們看到20幾號的時候 那阿嬤就有點受不了 那護士小姐一出去的時候 那阿嬤就突然間 就 護士小姐就趕快走過去 因為趕快叫阿嬤 阿嬤有頭抬起來 護士小姐就說好險好險 因為如果叫不起來的話 他就要趕快叫 叫9999了 結果要來急救了 阿嬤就抬起來 然後護士小姐就說 阿嬤怎樣怎樣 我肚子很痛 我肚子很痛 阿嬤就說 你肚子很痛在門診這邊 我們當時叫你去急診室 對啊 我們沒得怎麼處理 這個突然間肚子很痛的情況 就說阿嬤要不要 我公開叫警衛 把你送去急診好不好 阿嬤要不要 你叫醫師出來給我看一下 護士小姐說 覺得很奇怪 那個護士小姐進去說 江醫師 江醫師 那個病人40號 現在在外面肚子很痛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就走出去 我說阿嬤你怎樣 我肚子很痛 我說阿嬤那你要去急診室 他說要不要 你門診給我看一下就好 我就說可是我在這邊 又沒有什麼那個 你沒有辦法幫你抽血做什麼檢查 我說你還是急診室 他說沒有… 你先讓我去看一下 好 我就好… 我說那阿嬤進來 我幫你檢查一下肚子 他說走進來 我坐在椅子上 我說阿嬤那你去床上躺一下 我要摸一下你肚子有沒有怎麼樣 阿嬤就說 沒有… 他說坐在那個診療宇上面 我說你不是哪裡 我說現在比較好 我說我那個乳房要再復檢 而且上次你開給我的指頭 蠻有效的 你再開給我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老人家會想一些很奇怪的怪招 但我每次笑一笑 其實我也很想讓他先進來 只是沒辦法 這種比較常發生在那種 老人家 還有那種很好病的病患 他們感覺就是有點頓頓的 你痛對我們來講是十分 可是對他來講他可能只有感覺到四分 其實人家常常講 量藥苦口 以前人的觀念是這樣 但是現在的觀念完全不一樣 你現在藥稍微做得難吃一點點 根本就沒有藥吃 所以現在藥廠作藥也不一樣 就好像化學治療一樣 以前你會覺得說化學治療 副作用越強 這個藥越好嗎 你也不會這樣想 現在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都是講求生活品質 所以已經沒有什麼 越越痛才越有效的這種講法了 但是還是有些人觀念很奇怪 因為真的那個 那個病人才三十幾歲 他就屁股長了一個很大的釘子 然後我們就叫門診來 大家都知道釘子如果成熟 代表裡面有濃 軟軟的 你一定會把它化開 把它擠掉 對 就那個病人來的時候 那個就藥熟不熟的 我感覺好像有點濃 但是又不是很多 但是他又滿痛的 我就跟他講說 幫我試著幫你化開 我說擠擠開 多放兩天的熟 沒有 對 真的真的 多放兩天就熟了 也沒有錯 我就說我試著幫你化開 擠擠看 我想說他這個 我可能要擠一陣子 因為我覺得好像 也不是很有把握的 你被添弄 我就在他旁邊打了一圈的麻藥 打完之後我在上面畫一刀 這樣擠擠擠 果然就不是很熟 只有擠出來一點點 不是很滿意 我就說 所以又把它 不是很熟就把它種回去 沒有 就給他換個藥 然後開康座給他吃 然後他說 那四天之後再來看 我就四天之後再來看 然後病人就進來了 現在說臉就不是很好看 然後走路的姿勢也怪怪的 因為他整個就熟了 然後他旁邊都很紅 就很痛 然後再來我就說 可能要再畫一刀 因為我想說 我說這次一定很好 因為我看上去就很好 因為他整個都熟了 我後來想說 這搞不好連打麻藥都不用打 因為你不用打 因為打麻藥其實也會痛 我就沒有打麻藥 我就直接畫一刀 沒有叫 我開始擠 因為我們還會去看病人的反應 病人如果叫 我就知道等一下 然後再去打 病人就都沒有反應 我就一直 就把它擠得看清 然後擠開箭的時候我就看他 我就想說他怎麼都沒出聲音 已經昏倒了 沒有 已經昏倒了 他就整個這樣 一到夏天他就昏倒了 他就整個臉這樣通紅這樣 一這樣咬牙切子 我說你幹嘛 他說很痛 我就說 我說你痛幹嘛不講 他說沒有啊 我就想說這個要弄好 他就沒有講 我說其實你痛可以講 我可以加麻藥 實際上我是根本沒有打 然後就弄完了 結果隔了兩三天之後他再來 他就很滿意 他就坐下來就開始稱讚我 他說 果然治療 那個我們病人還是不能夠怕痛 越痛越有效 你看我第一次 沒有什麼感覺 後來回去好痛 你第二次來弄得這麼痛 回去馬上就好了 很多人他指甲有時候不小心被壓到 被中部這樣壓到 裡面都會黑青 底下都有黑青 很多人會跑到我們門診來說 底下是黑青 都可不可以幫他把指甲拔掉 會不會比較好 其實真的不需要去拔 像田醫師剛剛講的不大一樣 因為他指甲已經翻起來了 你鞋子沒辦法穿 我一直摸到他只好拔掉 一般的如果你只是去壓傷 裡面是黑青 千萬不要去拔他 為什麼 因為你拔掉之後 你本來這個裡面的甲床 那個肉有沒有 外面一層指甲保護 不會碰到外面你不會痛 你拔掉你試試看 更痛 你會碰到外面就很痛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拔掉的時候 還要跟你縫一個人工指甲蓋上去 所以根本不需要 所以等它自然好 慢慢長長剪掉 等它自然掉就好 有的就是它底下黑青黑的很厲害 那個指甲都被推上來 都快掉快掉 我們也不拔 我說你就等 你就等 它自己會掉 可是不是拔掉會比較 長出來會比較漂亮嗎 不會不會 因為你那個指甲已經快掉了 所以會自己掉 然後長得還是要新的指甲 我們病人如果要檢查乳房的話 他一定會到檢查室裡面去 所以理論上是應該會有一個 護士在那邊陪同 對 大部分都會 一定要有的 通常是護士準備好的時候 叫我們進去 他有醫療周費 對 但是因為現在人力很緊 所以一個診大概就是一個護士 他有時候在外面 萬一外面有那個病人敲門 他有時候又會出去一下 因為你可能要促診一陣子 又變單獨 有時候就會變成我們單獨 之前就有一次有一個病人 是滿年輕 滿漂亮的 我要從南部上來 然後就說他要檢查乳房 我就說你有沒有摸到腫瘤 他說好像這邊有個硬 怪又會痛 我就想說 聽起來有點像癌症 我說那你趕快躺上去 我幫你看一下 那小姐等等就站在旁邊 我就站在旁邊 說江醫師可以進來囉 我就走進去 所以那時候 我就開始促診 我先 他是左邊嘛 我就先把右邊正常的看看 然後再看摸左邊 摸摸摸摸摸一半的時候 他就突然把我手抓住 就壓在他這邊 我就 因為其實我已經觸手 我就拿不開 又不好意思很用力 然後 那你就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這樣 小姐剛好在後面啊 我就覺得有點尷尬 我就趕快側身一下 把那個視線擋住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我真的想說 我大概都交非禮 結果呢 他就突然抓住我的手 就這樣十幾秒 後來你有唱歌給他聽嗎 最後這疼愛是手 其實之前還有一個更扯 是 小姐是準備好 叫我進去的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那個 因為他們是 內衣其實已經脫掉了 可是他這樣裙子還蓋著 他還穿 他這樣衣服還這樣蓋著 可是他是穿短裙嘛 其實他只要掀開來 就可以看 可是他內衣已經脫掉了 剛好那時候外面有人敲門了 一敲門之後 小姐就走出去之後 因為上一個病有問題 然後就走出去 他看到小姐出去 他本來這樣拉開 就開始脫褲子 為什麼 我不知道啊 那時候 我就很想要人家跑人家 所以等一下可以一起進來 他要檢查什麼 他是要檢查乳房 好可怕 這樣你會怕吧 我會怕 好好講 這個會不會是國外回來 其實在國外 他如果到嘉義科或就診 他們會全部脫光 穿一個罩袍 然後做全身的檢查 我不曉得 我就是在檢查乳房 結果他全部脫光 結果我很鎮定 他看起來像外國人嗎 他沒有 我就檢查我的乳房 然後在很鎮定的說好了 然後他就把他穿上去 對啊 其實還有一個也是很奇怪 因為大家那個停經之後 有的病人 因為停經症候群很嚴重 他會吃那個女性荷爾蒙 之後就一個病人 他吃了女性荷爾蒙 吃了幾個月之後 就跑來找我 他說他吃了女性荷爾蒙之後 覺得胸口 因為乳房比較會痛 比較會脹痛 說請我幫他做個超音波檢查 我就好 我們就到超音波市 我就在那邊照照照照照照 他就問我說 醫生可不可以請教你的問題 我說怎麼了 他說 他說吃那個女性荷爾蒙 會讓那個女生的魅力增加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怎麼會 他說他以前他老公 已經不碰他好一陣子了 自從開始吃女性荷爾蒙之後 他老公最近這幾個禮拜 幾乎天天都找他有需求 然後他就說 醫生你覺得 我有變得比較有魅力嗎 所以我就說 可是我沒聽過這樣子 我說也許吧 他就說那醫生有沒有辦法 可以幫忙我解決一些問題 我比較私密 我說怎麼樣 他說 他說有沒有辦法降低我老公的性慾 有沒有什麼藥 我可以開回去給我老公吃 降低他的性慾 這樣有點來炫耀 對 沒有 他說因為他這樣弄他會不舒服 他說有沒有藥可以給他吃這樣子 其實我心裡在想 我是沒跟他講 但是我心裡想說 你就把你的女性荷爾蒙菲內給他吃 他性慾就降低了 沒有 男生吃到女生之後 對啊 性慾就降低了 我告訴大家這種醫病關係 就是當你去搞一個醫生的時候 比如說你去撒名字 或者你找人去堵他 或是你去跟記者爆料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到最後 可能那個醫師其實根本就沒有錯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其實你都把這個醫生給毀了 對 其實這個醫生的名譽都被你毀得很慘 因為現在記者們 你去報他們通常就會報出來 結果事後可能 這個官司可能判了一年兩年 然後才還那個醫生一個清保 就算醫生贏了 對 他也是很慘 他整個人都很慘 人家常常講 輸到用時分很少 其實保險也是一樣 其實不要講出國 我們在門診常常遇到一些癌症的病患 一開始的時候 健保可能都可以給付得還滿好的 可是一旦到後期 嚴重了或是復發了 健保的藥已經沒有用的時候 要用一些新藥的時候 那個龐大醫藥費 常常就把那個整個病人 他整個家庭通通都衝垮 脫垮掉 對 那時候你問他說 為什麼當初沒有保險 都是就覺得說 對 而且他們要保 那麼完善的醫療保險 可能那個錢也是滿多的 他們只是都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抱持著說 應該不會輪到我身上 我不用每年花這麼多錢 去保這個東西 出國也是一樣 因為之前才上上個月而已 那天晚上10點多的時候 就突然間有人賴我 我一看是我的一個老病人 那因為他跟我很多年 所以我有跟他加了賴 他又說 江醫師 不好意思 我現在可以把我女兒 送到基隆坑去找你嗎 我就說怎麼了 你女兒在哪裡 他說他女兒在 他們在桃園國際機場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他在國外 被診斷是盲場 撐到今天要回來開刀 對 要撐到今天要回來開刀 對 我就說好沒關係 你送過來 就送過來的時候 一摸真的是整個下腹部 通通都是腹膜炎的樣子 當然運氣還不錯 我還是用副相鏡把它開掉了 開掉的時候 我就出來跟他媽媽聊 我就說怎麼會弄成這樣子 弄到這麼嚴重 才來這邊開刀 他又說 因為他媽媽從來沒有出過國 這一次他女兒 就是開始出社會工作賺錢了 等他媽媽出去 去韓國第一次 其實去的第二天 他女兒就叫 右下腹 肚子就開始會痛了 但是他說就還好 因為自己有一些正路玩 什麼就吃 其實他覺得還不錯 到第三天就很痛了 那時候那個導遊 就把他帶去 韓國地區的醫院 那時候韓國的醫院就跟他說 這個是盲場眼 建議他要開刀 那時候他就問說大概多少錢 會先問 因為在外國開刀好像很恐怖 然後說他們算來算去 好像台幣要四十幾萬 對 那時候他女兒就打電話 回台灣的健保局問說 這個我們現在人在國外 台灣的健保可以有什麼幫忙沒有 有 現在大家都知道 台灣健保可以給付 在國外看病的錢 但是是要以台灣的價格來算 比如說我們台灣看一個感冒 是五百塊 你在國外看感冒 他就是只付五百 然後他因為他也有 買那個所謂的旅遊品安鮮 他還打電話回國 去問他的那個保險的那個專員說 那我們買這個 在國外我現在要開盲場眼 大概會給付多少錢 他就幫他算算說 大概十五到二十萬 OK 他就加一加講說 不行 這樣我還要致付二十萬 對啊 他就覺得很多 他就很猶豫 他就說那不然先開藥給我吃 他就是花了大概幾千塊 在韓國買了一些很強的 看他都開始吃 結果一吃 他第三天痛 吃 第四天 這樣好很多 導遊都要幫他改第四天的機票 讓他自己飛回家了 對啊 可是他又覺得說 他媽媽第一次被他帶出國 就搞成這樣 他就說那我先吃藥 如果如果撐得住我就撐 撐不住 那就沒辦法趕快回國開刀 結果第四天沒事 到第五天晚上就大痛 就變得超級痛 根本忍不住 可是那時候要改飛機 也是明天本來就要回來了 所以乾脆就從明天 撐到明天就這樣飛回來 就後來就弄成這樣子 不過還好啦 最後的結局這才OK 現在我們的技術還可以就是 沒有 因為有些盲腸也好 剛開始我們可以 複雙鏡開幾個小洞 那可是你真的變盲 變整個腹膜也有的人是要 整個打開 變開康膚 變一個超級大的傷口 要洗兔子 不過他那個外國的醫生 算是很有良心的 這樣很有良心 因為他沒有叫你 因為你都自費 他為什麼不讓你做呢 做完之後你就是 是四萬或四十萬才出來了 對啊 像我們就是 不要講我們台灣同胞 去國外看病 外國同胞來我們台灣看病 拚拚拚拚 外國人來台灣看病 如果沒有健保 國際醫療 全治費 所以全世界都這樣 全世界都一樣 不管是國外還是台灣 其實都一樣 因為大家都在做國際醫療 其實現在外國人 如果來我們台灣看病的時候 其實每個醫院 大家都會有國際醫療 專門負責人員也是會去陪 也是會去陪 不會造成語言的隔閡 因為瓜哥你剛才講的事情 現在在台灣是不會發生的 就是你保很多家 你跟每家申請禮賠 可能保內容差不多 你這家也賠 那一家也賠 現在台灣不行 因為現在台灣很多關於公司 要求是正本 正本 你副本不行 因為正本醫院只會給你一份 以前很多保險公司 他會接受副本 他不管你 所以每一家都可以申請 現在不行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